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在想我要如何裝潢這個店 因為我是賣麻辣燙 我是賣台灣小吃 很多男生應該跟我一樣 我們去什麼南部玩 要找一個很好吃的店 我們如果沒有仰賴網路的話 我就是找那種 看起來最髒在市場的店 最好爬滿蟑螂老鼠那種店 跟那一定好吃 最好是找那種 阿嬤端湯手插在湯裡面那種 看那一定好吃 那還有人買那絕對好吃 但我的店長是女生 他一直跟我吵說不行 我們賣吃的要衛生 不能讓它爬滿蟑螂老鼠 各位女生 你們要轉念想一下 蟑螂老鼠並不是噁心 你知道在有些國家 它們可能是食材 有些國家會吃蟲啊 我記得我大學畢履的時候 去泰國玩一下飛機 然後有導遊馬上請我們吃一些 炸炸猛 或是烤蟹子 他們會吃蟲 那是食材 在印度有些餐廳 有賣老鼠肉 你們知道嗎 那是食材 那個不叫做噁心 有點像是 去嘉義吃雞肉飯 有一隻雞醬 啵啵啵啵啵啵啵 你會說噁心嗎 不會 你會跟老闆說 哇好新鮮喔 或是你在吃生魚片丼飯 有一隻鮭魚在水煮箱 啵啵啵啵啵 哇好新鮮喔 對吧 這叫噁心嗎 沒有 這叫熱炒店 所以爬滿老鼠蟑螂 那根本不是噁心 那叫店長招待 你們有想過 如果有些店沒有老鼠的話 那一定很難吃吧 連老鼠都不愛去吃耶 你們看過 摩斯漢堡的老鼠嗎 老鼠又不是盤子對不對 對